商仲勇 传一厢秀才观之 自是纸物作诗历旧 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一人齐之 少少宾客其父 或以钱博其之 父立其然也 日般重用环盖于一人 不使学 于文之也久 明道中 从先人还家 于旧家见之 十二三矣 令作诗 不能趁前十之文 又七年 还自扬州 赴道旧家 魂言曰 敏然众人矣 王子曰 众勇之通物 兽之天也 其兽之天也 贤于财人原矣 足为之众人 则其兽之于仁者 不至也 比其兽之天也 如此其贤也 不兽之人 且为众人 今福不兽之天 故众 有不兽之人 得为众人 而以也 不兽之天也 不兽之天也